這麼是節目效果 真的太漂亮 陽光從雲縫裡面透出來的感覺 是一整面的雲 不從山上面整個亮滑下來 這是可遇不可求的景 Oh my God 到底要選誰啊 每個都超級精緻 座位也都很憋壓 感覺隨便坐在那裡都是一幅畫 是被香腸當惡的景觀咖啡廳 它可以當賣一個就好 我們吃其他的東西 嗨 大家好 我是我們的攝影師Susan 我是依林 進行日月潭霸王景點你去過幾個 這一直都是很熱門的景點 日月潭曝光靈靈的美景 不管是什麼時段都很漂亮 這次要介紹的景點都非常新 夜才新開幕有著霍爾移動城堡 美稱的藍色城堡 還有湖景第一排的景觀餐廳 而且我們這次還要去滑SUP的日出場 好期待喔 我們前夜晚還入住一間很有實感的 清水魔民宿 要準備好就跟著我們一起出發吧 GO 現在超級早的 現在是凌晨五點 因為我們準備要來日月潭霸的SUP 就是我們是找HOTSUP體驗日出場的SUP 會早之前是因為這個教練非常專業 他除了會指導我們華麗獎之外 他會用單眼幫我們拍照 還有空拍機 我們現在在月牙灣的停車場 教練等一下會跟我們做講解 我們就準備出發吧 快好救生衣了 他們家救生衣超級漂亮 可以做超有質感 是很定級的品牌 清晨的職業牌 大家你看那個山 流露繚繞超美的 真的很像一組三水魔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SUP的小碼頭 準備要來划SUP了 其他的業者 會直接從岸上那樣下去比較危險 岸邊那個小碼頭是比較安全的 剛剛教練在講解的時候 我一直分心因為它背景實在是太漂亮了 是一整面的雲鋪從山上面整個這樣滑下來 日月潭一年只會出現一兩次 我們今天算是賺到嗎 超幸運 大家好想哭 好幸運 準備開滑 我要先滑出去這個門 我們現在要往雲鋪滑過去 今天就是大家後面用單眼幫我們錄影 或者是拍照 我們就放心滑 等一下就會有美美的照片 如果我們這群朋友都不會有人拍照的話 真的很推薦這間SUP 就完全不用擔心照片會不好看 來之前有上網先查出他們家的照片 都好期待 假日說快要升起耶 好漂亮耶 你真的太美了 不正 幫我進去找伊林 這不是節目效果 真的太漂亮 就是現在給我們看他剛剛拍的照片 太扯了 他只是咔咔兩聲 你只有這麼漂亮的照片 太誇張了 太扯了就不用羞 我已經有眼淚了 這叔叔來了 好可愛 我最喜歡聽這句話 真的 好放心 這個人好奇怪 他一邊滑一邊哭啊 哇 太漂亮了 陽光從雲縫裡面透出來的感覺 真的很漂亮 這是可遇不可求的景 這密密麻麻的人都在這些雲海裡面 波光靈靈的樣子真的好多 居然溫這個地方有個特色 周圍是沒有穿電的 所以它一條就是環桿 不要穿 現在太陽已經很高了 現在帶我們到這個絕裂牆 準備要教我們如何站在這個立甲上面 因為這裡風比較小 我們比較不會被吹到別的地方 屋面的光影會倒映在葉子上面 它起來很像在亞馬遜的滑SUP 將來到這裡幫一點太陽 將來真的很專業 它會怕我們一直看著太陽 請我們眼睛休息一下 我天氣又很穩定 這麼滑完SUP的日出場 覺得很漂亮 而且今天很幸運 可以看到雲鋪的美景 真的是百年難得一見 此生無遺憾 月牙灣這邊的景真的很漂亮 以往我們都是去水色碼頭 那邊的業者比較多 可是我覺得月牙灣這邊花特別的不一樣 而且這邊的水質比較乾淨 我們等等要去開箱 月威潭這邊一間很漂亮的民宿 天派的照片是日出 超級推薦大家一定要玩日出場 不過日度也很美 但日度還會比較熱 那還可能遇到假 夏天的話可能比較推薦日出 而且比較不會熱 我們入住的這間民宿 是隱身在山中的私人住宅 八番私人住宅 外觀蠻有實感的 其實我們昨天就入住了 裡面的清水模非常的漂亮 整體住起來非常的清幽 它旁邊就有一條很清澈的溪流 剛剛教練說 裡面的溪流很清涼 它會下去玩 還有假的 所以我是水溝 周圍還可以一直聽到 蟬噪聲跟鳥噪聲 出生在大自然的感覺 我們都是一整個這樣石木做的 你竟然就有聞到海木的香味 整體環境是用清水模製作 建材全部都是用石木製作 超級香 就用香來形容 接下來開箱我的入住的房間 今天是石木加清水模 整體房間非常的寬敞 牆壁不只是清水模的設計 就連上面都有這個紋路跟花紋 塗清水模的時候就畫好了 覺得這個設計滿特別的 它選用的這個燈都非常有質感 筷子糊都這麼漂亮 我不會很誇張 又有附一些茶包 唉唷 我最喜歡的果乾 等一下要來泡 這也是它超級香 我能讓人家流口水 2月剛午下運動完 它們的床是好燙的 這種是軟硬適中 你不會整個陷下去 讓你一夜好眠 它裡面就是一整片的這種窗景 連這種衣架也這麼的有設計感 各位觀眾 晚上是不是要注意風水問題 那個門不能對著床 非常的貼心 幫大家設置的這個拉門 所以你晚上的時候就不用擔心 前面有門會讓你害怕 因為我就是會害怕的人 它們的冰箱是有泡冷泡茶 直接兩壺幫你準備好 最很棒的是抽風機 它們也有一些乾燥暖房 涼風 非常奢華的享受 浴室超級大 淋浴空間超級的寬敞 我覺得昨天很酷的是 你可以把這個東西 然後放在這裡 這裡還可以放浴巾 這個洞是可以拿來放東西 又可以拿東西 我覺得這個設計超棒 如果你放音樂啊 你的手機就可以放這裡 就不怕人死 二三樓的房型都有這個很大的陽台 而且最棒的是陽台都有附這個戶外的桌椅 大家就可以在外面喝冷泡茶 然後吃點心 7點這個時間啊 我覺得蠻涼的 坐在露台不會很熱 可以跳往遠方的山景 而且這裡的空氣真的是很新鮮 對面就是民宿這幾年新開幕的餐廳 所以非常期待 民宿外面呢 還有一間很漂亮的玻璃屋 我們要準備來這裡吃早餐 這裡有一大片的草皮 小朋友也可以在這裡玩 我們進來玻璃屋 它的天花板很特別 上次都是用這個竹子 去搭建的天花板 蠻涼的 想說彩光就很漂亮 裡面種很多池災 造景非常的漂亮 這張好可愛喔 你看它的手寫字 櫃台放滿了木頭的造景 像他們家的木頭 真的有那種 資格在大廠的感覺 然後SUP我們在民宿休息了一下 真的很舒服 民宿除了有早餐以外 民宿外面還有一個很漂亮的白色玻璃屋 是他們最近才新開的一個餐廳 所以我們就特地來這邊吃早餐 我點的是八番人的澎湃 它真的長得超澎湃 但竟然是雙新耶 特製的酥餅 我來吃吃看 酥餅是一絲一絲的 不是像那種薯泥餅 把它刨成一片一片的 然後再包起來一下就炸 很好喝 它裡面的品質非常的香 雖然價錢有點小高 但是我覺得是非常澎湃 這個蘑菇超香的 香菇炒得很剛好而已 下去會粗汁 它的炒蛋很吃熱 然後再配上炒菇整個都很香 它是我喜歡的油醋酸酸的醬 而且我還附了一個蔬菜湯 看起來很像羅宋湯 那時候它都沒有加牛肉 很酸 滿開胃的 裡面是很多的番茄跟洋蔥 西班牙辣甜泥氣扁面 我覺得它的辣沒有很辣 醬汁調得很濃稠 就會整個吸附在麵上面 每一口都很入味 滿辣的 這也不在辣 我覺得有一小點 但我覺得是舒服的辣 就是茴香炸雞 是一種辛香料 上面還有這種酸黃瓜 這是優格耶 雞肉超好切的 一切它就化開 看起來 它這個很香耶 辛香料裡面的味道整個衝出來 這個炸雞是外酥內嫩 外面是回香然後再淋優格去解膩 所以你就會不知不覺 一整個就吃完了 小葉紅 超級霸氣 因為日月潭一定要喝的就是紅茶 不是那種會苦澀的 真的好好喝 我們還點一杯很特別的 是芒果西西里 因為一般都是加檸檬 變得很漂亮 很像日落 滿好喝 不敢喝咖啡的人都敢喝 嗯 它喝起來很順口 聞得到咖啡的香氣 甚至有比一定點版的還要好喝 小甜心我們還點了一個 煙燻辣起司口味的薯條 我覺得這蠻好吃的 它辣粉滿辣 起司又滿香的 雖然它薯條炸得超脆的 看起來非常的近辣 是妳的 我會偷吃一點 就是偷吃 光明正帶來吃 喔 有更辣 滿辣的 這個起司也太香了 這個很可以 喜歡吃薯條也可以點 因為他們提倡環保 很崇尚自然 所以習慣都是用玻璃 菜單很可愛 而且他們每一本的木頭都割得不一樣 看起來真的很多種 滿義國風的餐點 這裡有一個滿特別的 是SUP教練們的營養特餐 而且是 如果不是住客的話 其實大家也可以特別來這邊用餐 用完餐呢 等一下要去日月潭 也是一間漂亮的景觀餐廳 據說在那裡可以 270度欣賞日月潭 接下來我們來到日月潭 最熱鬧的地方就是水色碼頭 車廷在這裡有一個很大的停車場 是中心停車場 我們現在要去的是 新開幕的一個湖景咖啡廳 它的地點就位在日月潭的 知名兩大飯店 日月巡館跟韓碧樓旁邊 剛剛走三分鐘的路程 走一點點小散火 我們就抵達我們今天要去的 跳咖啡 因為咖啡廳旁邊就是水色碼頭 所以在這裡也可以搭船 就可以這樣順遊 湖光翻色超級美的 有名的景點椰樹堂也在旁邊 如果大家喝完咖啡 有時間也可以去那裡拍個照 哇 好美喔 裡面很漂亮 原廣歐式的建築風格 店內種很多的紙災 很像花人餐廳 觀景座位不是在外面 放在裡面 外面就可以看到船隻一來一往 好像有大喊 不行 這裡是室內 坐下來了 看到外面真的很漂亮 真的是獨景第一排 室內有一點點熱 已經不用直接曬到太陽也算不錯 而且每個座位旁邊都有一個電風扇 如果是外來這個景的話 我覺得稍微熱一下是值得的 他們的餐點已經來了 紅茶香腸 既然還有飯感覺就會很飽 吃一下紅茶香腸 紅茶香腸很特別 桌香很香以外 咬酒真的會有一個紅茶香 不被香腸當污的景觀咖啡 他可以單賣這個就好 你還沒吃其他的東西 因為有一些可能對我來說 他整個套餐其實太大了 如果他是一個小點心的話 就很適合你 紅酒牛肉中 麵包中間挖空 裡面裝了滿滿的紅酒燉牛肉 還有沙拉跟一些炸物 我覺得滿豐富的 吃起來有點像 黃醋排骨的味道 蔬菜其實很豐富 滿營養滿豐盛的一餐 不過他的牛肉我覺得有一點柴 可以沾著旁邊的紅酒燉牛肉配著吃 配上這個醬汁融合剛剛好 飲品選擇也很多 藍色海洋氣泡 玫瑰氣泡 天色好夢幻喔 這個就是爽 這個不能用的滿好的 又有草莓果粒的感覺 喝這個然後搭配海景 這超級旺 這是海景嗎 啊 滿浮情 藍頭不是葡萄海 紅玉拿鐵 來自越台一定要喝 喝起來很順口 可以喝得出來 紅玉紅茶用得很好 瘋狂OREO上來了 我有打碎灑在棕餅上面 可以到上面有香草 滴起 我滿喜歡的 所以我現在來說有點甜 但是 對我來說剛剛好 飲品都不會到太甜 可以搭配飲品一起吃 我覺得這裡實在有點熱 然後紅滿多的 畢竟我們現在是融入在大自然裡面 欣賞這個湖景 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也有很多人覺得他們的餐點不便宜 可是我自己是覺得滿值得的 因為270度的日月潭湖景就在眼前 我覺得算是少數日月潭景觀 非常好的一間餐廳 CP值真的超高 吃完飯了這裡有一個步道 我們下來走一走 後面波光靈靈的好漂亮 一直這樣須須的風 真的很愜意 從這裡上去就可以抵達耶穌堂 建於民國60年 算是一個古蹟 向左走還是向右走呢 不可以 哪一邊會遇見的 哪一邊會遇見的 真的耶 現在走到這一層 就可以看到具有標的性的一個造景 但是現在草皮在我們維護中 這可是不是這次拍不到了 好癢喉嚨的康福茶 特別給牧師喝了 因為他早上要講非常多的話 可以拿康福茶坐在這裡 一片欣賞日月潭的美景 這超像衣服畫的 超美 我們進來教堂了 感覺在這裡公正結婚真的很浪漫 旁邊都是很漂亮的玻璃花窗 這座教堂非常的有故事 蔣公夫婦在台灣蓋了三座教堂之一 如果大家有時間的話 真的可以一起順遊 我們剛剛在一個陽散區旁邊拍照 旁邊有一個很大棵的樹 那棵樹就是夫妻樹 蔣公夫婦在這裡種下兩棵樹之後 居然這兩棵樹奇蹟似的 纏繞在一起 真的很浪漫 當時921的時候 這個教堂竟然是 坐在這個地方 靜靜地這樣看著 心裡真的會感受到 非常的沉靜 紅包 每個內容都不一樣 是耶穌想要對你說的話 非常期待耶穌想對我說什麼 我親愛的孩子 你正在一個混沌不明的狀態 別人的語言和眼光 令你心生畏懼 欸 真的耶 縱使生出黑暗 也不要放棄懷抱 盼望再堅持片刻 向著光勇敢前行 我定位你波亂反正 帶你改變 頂力突破 真的講到我的心聲 看來會給人勇氣 好想哭 聽得也滿想哭的 好想去啊 加油 我們身後這個 超夢幻的藍色城堡 很多網友都說 它長得很像 跟宮崎駿動畫裡面 貨爾的移動城堡 很方便的是我們後面有 停車場 但是感覺假日會非常多人 城堡的外觀真的超級強烈 在路上真的很難不注意到 旁邊還有種這個 鹿雨松 城堡外面還種了很多 花圖的造景 你看上面 你不覺得很像 會有公主什麼在上面出現嗎 長髮公主會丟她的頭髮 就開始爬上去 你可以住免費的民宿了 所以它不只是一間甜點店 它也是一間民宿 它的位置非常方便 就在國道六號的終點 下來這邊 不到一分鐘就可以看到 後面這個大大的牌子 所以去日月潭的途中 一定會經過這間 我們準備進去吧 好涼 一定還就有這個水晶吊燈 它裡面的空間非常的寬敞 看到甜點了 這也是清淨蒙塔尼的二店 我已經負負期待要吃了 每個都超級精緻的 OMG 這到底要選誰啊 座位也都很鞭雅 感覺隨便坐在那裡都是一幅畫 這每個都不是壁紙 這是真的鐵 一塊一塊的石頭疊上去的 我們來看看他們的鮮實 他們的早午餐是像這種 看起來好可口 清淨的蒙塔尼是沒有鮮實的 然後這裡是有 來到歐洲宮廷風的感覺 因為它選用的家具 都是這種木頭 比較厚重的感覺 每一桌選用的家具都不一樣 有這種方桌 然後也有圓桌 批歌 沙發 家庭聚餐也很適合 大家都會做得很舒服 這種比較厚重的門 感覺打開來就會 可以開出去 因為這是假的 每到很像假的 二樓的話就是只有開放假日可以上來 這裡有很多豬櫃 桌巾真的很漂亮 這種搖椅耶 你去坐坐看 我會不會把它做壞 很像國外奶奶家會有的搖椅 坐在那裡 你這樣喝 然後就這樣 我會睡著耶 這裡會去日月潭 也會去荷幻山 上山前最棒的中繼站 那我們就趕快下去吃甜點吧 溫點的餐點來了 早午餐平盤 聽說這是一店沒有的 這裡有附一個農湯跟胡麻醬 我覺得算是滿豐碩 但就是觀光的價錢 伊澤的麵包它是比較像軟霸 接來一口咬看看一口 很脆耶 裡面是軟軟的感覺 烤得剛剛好 起司很香 好厲害喔 它的麵包總共有八種可以選擇 這個拼盤有八種麵包可以選擇 可以自己DIY的拼盤 芋泥千層 我剛剛咬下去的芋泥 從旁邊全部啪出來 就表示它的餡料真的很豐富 芋泥是很綿密 吃得到一點芋頭顆粒 但是完全不會甜的 重新芭樂慕斯 蛋糕 慕斯 是用真的芭樂去做的 這真的好芭喔 檸檬塔上面的醬 酸中帶甜 真的長得很精緻耶 嘗試吃這個栗子蒙塔泥 嗯 既然裡面是充滿酒香的味道 好特別喔 被一條一條的栗子泥包圍住 上面還有一整顆的栗子喔 我覺得真的超級厲害 把栗子泥挖開 裡面竟然是很大的巧克力 巧克力挖開 裡面好像也是栗子 再搭配最底層的馬卡龍吃起來 成這個的非常豐富 一直都有讓你驚喜的感覺 被一個蒙塔泥嚇了好幾次 怎麼會這麼厲害 因為他們的師傅是東京果汁出生的 所以甜點都非常厲害 尤其是這個 不愧是從一店到二店都很熱賣的品項 我們還點了兩杯飲料 紅玉紅茶加水果果醬 可以看到它的果醬裡面有很多百香果顆粒 就知道它是用新鮮水果去做的 冰拿鐵 我覺得有漸層就先給過 很漂亮可以拍照 水果茶超好喝的耶 綜合了紅玉的味道 這個程式超級棒 算是說可能單價比較高一點 我覺得不是市井跟餐點都值得這個價位 藍色城堡這個配色真的太夢幻了 我們終於結束了這次的旅程 這次的旅程真的非常的棒 我最喜歡的是那個SUP 因為我們是參加那日出場 第一次看到那個雲鋪 沿澤三丈留下來 真的振折到 我真的沒有想到日月潭每日像仙境一樣 我覺得這個SUP最棒的地方是 他們的業者非常的會拍照 拍出的照片真的是超級專業 讓我們輕鬆滑SUP 然後就能獲得美照 會叫我們擺POSE 一下就能拍出很多很漂亮的照片 他們CP值超級高 這次的日月潭還有很多新景點要分享給大家 歐式的城堡加上藍色屋頂 真的很像來到童話故事般的場景 他們的甜點非常的厲害 再來是一間景觀餐廳 在日月潭可以270度將檀景 敬收眼底 如果有機會的話也可以到那邊走一走 喝一杯下午茶 這次SUP很推薦大家來玩 如果大家看完有喜歡的話 我們也有幫大家爭取到一個粉絲服役 詳細的話可以到資訊欄下方看喔 那我們這次的影片就這邊結束了 喜歡記得訂閱開啟小鈴鐺 想要看我們去哪裡玩吃什麼 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下次再見啦 掰掰 掰掰